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 上一期我们看了GPU光山化图形流水线的一些细节 现在的GPU往往还支持光线跟踪,ray tracing 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部分 最简单的光线跟踪类算法,称为光线投射,ray casting 以射相机为圆点,往每个像素发射一根光线,一步一步往前跟踪 光线打到物体表面之后,根据光源和该点的材质计算出一个颜色,作为该像素的颜色 这样的结果和光山化非常相似,只是生成像素的方式有所区别 它只能得到直接光照,也就是像素颜色来自于光源的直接贡献 1992年的德军总部3D就用了这个算法 在较低的分辨率上跟踪形状固定的物体 在CPU上执行速度也过得去,不用Gbuffer也能有正确的遮挡 即便只是光线投射,也已经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用光山化渲染的时候,要解答的问题是 这个物体占据了哪些像素 而光线投射解答的是,沿着这条光线的方向能看到什么物体 这个区别,使得两者渲染流程完全不同了 光山化是一个一个物体送去渲染,一个一个三角形光山化 GPU并没有场景的概念,拿到什么渲什么 光线投射就不能这样了,因为光线发出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打到哪里 必须要把整个场景全部都提交给GPU,才能开始跟踪 渲染的单位不再是三角形,而是整个场景 复杂一点,单光线打到物体表面之后,不是就此停止,而是可以继续折射,反射,散射等 产生多条新的光线,继续跟踪,直到达到光源为止 最后从光源反向计算每次达到物体的颜色 得到这个像素的颜色,这就是整体的光线跟踪 既然场景都有了,不需要额外的新数据就能完成这整个操作 自然达成了实时渲染梦寐以求的全局光照,GI 不是直接来自于光源,而是来自于其他光路间接空线的光照 称为间接光照 之前为了实时计算间接光照 AO有AO的方法,反射有反射的方法 折射有折射的方法,散射有散射的方法 互相还可能存在冲突,无法一起使用 有了光线跟踪之后,整个GI可以用一致的方法统一完成 开发简单了,效果还更好 回到物体本身,不管是光伤化还是光线跟踪 物体都可以用三角形的几何表示 那么光线跟踪的过程一定会涉及到光线和三角形的求焦 理论上,我们只需要这个求焦判断 就能通过把所有光线和所有三角形都求焦一遍 来实现光线跟踪 但这样效率实在太低了 计算量大的惊人 所以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尽可能早地把 不会相交的情况排除掉 以加速跟踪 常用的是把整个场景放到一个竖形的加速结构 如果一根光线和一个子树已经不相交了 那就一定不会和子树里的任何物体相交 也就能排除掉整个子树 光线跟踪领域常用的加速结构叫BBH 这种树的叶子节点是物体本身 物体的八维核之间的关系往上组成了一级一级的数 用三角形表达物体属于显示表达 给一堆三角形显示的定义出一个几何地 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是过程式物体属于影视表达 它给的是一个八维核和一个影视函数 传入一个XYZ坐标 这个函数告诉你是不是在它表示的物体上 这两种物体表达都可以用于光线跟踪 有了这些基础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看GPU的光线跟踪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肯定会需要一个量硬件可以访问的加速结构 而且必须针对实时应用来设计 我们需要对几何地本身建立加速结构 然后摆到场景里 建立场景整体的加速结构 这就有了物体的加速结构和场景的加速结构两层的关系 其次游戏场景里会有很多动态物体 如果物体移动就得重建整个加速结构 开销太大了 于是这样的加速结构还需要支持局部更新 有了加速结构之后 把它提交给GPU 它也是整个渲染流程的核心 第二期有提到过 光线跟踪流水线引入了多个新类型的shade 从Ray Generation Shade作为起点 发出光线 光线便利加速结构 找到可能有香蕉的叶子节点 如果是三条形结合体 GPU就会把光线和三条形求交 如果是过程式物体 光线只会和物体的包围和求交 然后调用Intersection Shader 来确定是否真的和物体相交了 如果达到了 就转到AnyHit Shader 判定是否要继续往前跟踪 光线达到物体的最近点 会调用一次Closest Hit Shader来计算颜色 这里可以产生新的光线 低规护的颜色 如果什么都没达到 就会用Miss Shader算颜色 前面说过 光线跟踪的时候 并不知道一根光线发出去 能达到什么物体 所以得把整个场景的 所有物体的几种Shader 都放在一张表里 GPU会根据达到物体的ID 动态决定调用哪个Shader 这和光纱化很不一样 光纱化的时候 是开始画一个物体之前 就能静态决定用哪一组Shader 因此光线跟踪的Shader 有动态调用的能力 称为Colourable Shader 这些类型的Shader 仍然是在Unified Shader单元里执行的 GPU上的RT Core 做的是求胶的加速操作 其实不管是D3D12 还是Voken里的光线跟踪API 都只是定义了一个接口 回忆一下前两期说过的API知识 经过API隔离之后 上层并不需要知道下层是怎么做的 这个API定义的是期望的行为 厂商的实现 可以在符合这套行为的情况下自由发挥 程序把物体和场景扔进API 能建立出加速结构 再把加速结构扔进API 能跟踪出结果就行了 程序不需要知道加速结构是什么样的 只当做黑盒来用 今天各家都用BBH 以后如果发明了更好的结构 也可以在不改变接口的情况下 把时间换掉 另一方面 仍然是因为一上下层隔离 甚至连GPU能提供多少对光线跟踪的支持都没有定义 各家实际上对光线跟踪的实现都很不相同 有的大量在硬件上执行 有的大量在可编程单元执行 微软甚至有个用Compute Shader实现DXR的Fallback Library 创上之后就能在完全没有硬件光线跟踪的GPU上运行 这都没有关系 只要符合API定义的行为 就都是有效的实现 区别只在于效率 即便在只有计算流水线的诈骗GPU上 仍然可以通过纯软件的方式实现光线跟踪流水线 并在驱动里暴露出来 让上层使用 硬件光线跟踪的发展 看起来那么散乱无序 似乎怎么做都可以 那在方向上有什么指导思想吗 看这个 Imagination提出过光线跟踪的六个等级 通过这样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的光线跟踪正处于哪个阶段 也能大致了解未来会如何发展 等级0是史前时代的光线跟踪 有的是纯CPU 有的是专用的光线跟踪卡 有的有可编程能力 有的把整个光线跟踪流程实现成一个黑核 这个时期的光线跟踪API模仿自OpenGL 就用了很多光山化渲染里的概念 和现代的框架很不相同 代表着Intel的Embri 和Caustic的OpenIsle 后来Caustic公司被Imagination收购 开启了光线跟踪的新时代 等级来到了用GPGPU做光线跟踪的时代 通过可编程单位实现在GPU上跑的光线跟踪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前面说的 加速结构建立和跟踪框架 微软的DXR Fallback 和NVIDIA的OpticX的早期版本 都属于这个等级 等级2 GPU可以用硬件执行光线与三角形 光线与立方体的相交 跟踪的时候便利BBH加速结构 仍然使用可编程的方式写成 但其中的球胶可以快得多 达到同样的功能 用可编程的方式 需要花费用硬件的44倍的芯片面积 第一代硬件光线跟踪GPU 属于这个等级 虽然只有这么少的东西由硬件执行 但仍然使得GPU硬件光线跟踪 进入了实用的阶段 等级3 BBH操作可以在GPU上硬件执行 这时候硬件执行的 就不光是底层的光线和三角形立方体球胶 还能便利BBH BBH便利是个算法固定的操作 适合硬件执行 NVIDIA的Turing机器之后的GPU 已经做到了这个等级 性能得到了一次提升 等级4 GPU可以根据BBH操作的相关性排序执行 如果一批光线的起点和方向很不相同 那么在便利BBH的时候 会走很不一样的分支 这会相当影响SIMD硬件的执行效率和内存访问效率 之前说过的MIMD需要复杂得多的设计 而且仍然无法解决内存访问连续性的问题 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如果按照光线的位置和方向排序之后分批执行 在一个SIMD的Work内 对BBH的操作基本相同 能显著提升相关性 提高效率 Imagination的PowerVR Wizard架构GPU 已经达到这个等级 可以在硬件自动做这个排序 其实即便在更低等级的硬件上 用软件把光线进行分类后再跟踪 也能提高性能 等级5 最高的等级 BBH可以在硬件上构建和更新 这就彻底把上法固定的部分 都挪到了硬连线来执行 效率最高 功耗最低 目前只有Imagination的PowerVR GR6500测试版 有硬件BBH构造器 实用化的产品还得等未来 其实也正是因为Imagination走得最前沿 才能给出这样的指导意见 差不多10年前我就见过PowerVR的低功耗 硬件光线跟踪开800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用化的产品出现 总的来说 虽然光线跟踪的GPU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 但仍然雷声大雨点小 只有为数不多的游戏使用了光线跟踪 没有全面铺开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性能不够 要从光山化切换到光线跟踪 实在效果可以好得多 Hack可以少得多 但无法弥补低性能造成的用户体验下降 经历了早期以光线跟踪为噱头 一窝蜂冲上去的时代之后 游戏慢慢开始回到正轨 考虑如何把光线跟踪和光山化结合起来 组成更实用的混合式光线跟踪 基本的思路就是尽量减少跟踪的光线数量 用其他方法来填补 比如说用光山化生成直接光照 用光线跟踪生成阴影和一次间接光照 就能开启硬件光线跟踪完成一些需要精细跟踪的地方 作为软件空 tracing的补充 以较少的代价提高间接光照的效果 未来如果光线跟踪硬件性能大幅提升 有了富裕的计算能力 还会出现一个新的方向 通用光线跟踪 类比于之前用GPU可编程单元做通用计算 这里是在用光线跟踪单元做通用计算 这时候的加速结构 不但可以用于光线跟踪 还能用来作为场景里物体碰撞检测之类物理模拟的需求 光线跟踪也解析完了 这个系列的内容 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GPU上原先被当作黑核的一些细节 总的来说用GPU编程 思维方式上既不同于CPU的多线程 也不同于传统的流失处理器 要在这方面有所精进 主要还是得靠多学多用 本系列就先到此为止吧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留言讨论 以后有机会我再续上 下一期将看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